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来自各地的酒庄分别运用金肝 桑顺 草莓 凤梨等农产推出新品加酿 期待推上国际在2022台北国际酒展上大放光彩 以大湖草莓酿造具有果香 清新香气 口感轻盈富含气泡 是营造气氛的轻松酒品 还有以宜然金枣酿造并带有金肝果皮中独特精油芬芳的香气 搭餐十分切合 更有以台东凤梨世家作为原料 结合台南11号白米与原名部落小米进行酿造的酒 带有特殊的热带水果风味 这是农粮术最新发表的台湾纯酿 推广农村梅酒 我们现在新款两款酒 一个是我们在地的金枣 做的蒸馏酒 还有一个是桑葬酒的部分 因为我们宜然的特色水果就是金枣 那我们是用金枣做很多款的相关的酒 那这一款是因为我们认为说金枣它的我们在榨完之后 那些果皮其实香味都在上面 那我们如何让它的香气能更保留住 所以我们就衍生出了这一款我们的高浓度的 金枣蒸馏酒 长青干这样子 那主要就是说它的香气闻起来就有非常浓郁的金枣香 那40度 那非常适合当味道重的食物的走餐酒 或是当最后的饭后酒这样子 那我手上这一支桑葬酒呢 它是一样我们用桑葬酒把它榨成枝之后 用酿造的方式去做的 那市面上很多桑葬酒其实做出来其实是颜色会比较不会那么的红 就颜色可能会褪色掉 再来就是说它的风味可能你在中完之后 过了两三个月之后味道就变了 那我们用了很多技术上去做克服 让它的风味很稳定 很稳定 就是颜色跟风味几乎都不会太不会变质这样子 所以风味上都是非常的浓郁这样子 那我们凤梨四家这支小米风味酒呢 它是以台东所种植的这个凤梨四家 那每一支的酒里面所含的凤梨四家量大概是半颗 因为我们知道凤梨四家它必须要去皮 然后把里面的籽去掉 所以去到里面的果肉 然后跟我们的小米以及米进行酿造 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凤梨四家 它本身甜度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们在我们当初在开发的时候 我们是因为我们新印象农会原本是梅一支 那我们后来因为梅一支的部分呢 它风味性质太重了 所以我们后来改用我们这个原名的这个风味 然后用搭上我们的小米以及台湾所种植的米 然后进行混合酿制 那因为在这个米在酿造的过程中 它会产生天然的酸 那结合我们这个凤梨四家的甜味 然后造就出我们这个尾韵非常特殊的一个果香味 然后酒精度只有8% 所以非常适合 那你之后只要经过冰镇 冰镇之后就非常好喝 然后顺便带一下凤梨四家这一支马拉桑呢 刚好是我们马拉桑的这个品牌的第八代 第八代 那因为我们大概都吃过凤梨四家 凤梨四家它的果肉 因为它没办法榨汁 它是以果泥的形态去进入到我们的酒里面的 所以我们在喝的过程中 其实它还是带比较强一点的小米的风 小米米酒的这种果类酒的风味 但是它在鱼韵的部分 因为果泥的部分 它会让你比较有鱼韵的 会让你稍微有吃到那种凤梨四家的尾韵的感觉 那其实也是在 应该是说在去年的年底 我们就开始研制这一款的酒品 那从最早的投入料 我们从50% 40% 然后慢慢递减 然后再做调整 那其实这个添加量到20% 那其实为什么当初会以这个来做原料 其实也是考量到 因为我们农村酒庄 本身就是在处理 这个农村水果有过剩 或者是有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就 当然是不留余力的出来解决这个问题 无款新品加酿 运用金干 香盛 草莓 凤梨施加和义犬香蜜等农产精心脆酿 是各大酒类竞赛的长盛军 记录台湾精彩的风土与文化 台湾的农村酒庄 我们所酿造出来的这些酒 所用的材料100%都是国产的稻米 还有国产的水果 所以直接在我们农产品生产的期间 可以透过多元的方式 包括加工来酿酒 所以直接我们就可以对于农民的产销 可以做一个最均衡的市场分散 同时商品的多元化 那在这些收购的酿酒的原料里面 我们比如说对于熟成梅 或者是对于酿酒葡萄 以及其他的这些酿酒的水果 都是以市价高15%到45%的 这样的一个价格跟农民来收购 所以除了可以分散农产品在短期间 生产的这个量之外 同时可以增加农民的收益 创造附加价值 那最重要的我们的所辅导的 这些农村酒庄 过去15年 从民国97年一直到110年 这15年当中我们已经在全世界的酒品的比赛里面 拿到31面金牌 58面银牌还有两面铜牌 平均每一年得到两个金牌 还有四个银牌 所以这个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在全世界的这个重要的酒品比赛里面 可以获得这么多的奖 所以表示我们的技术精湛 另外我们的这些原料 它的品质非常的优 那同时我们的生产技术 也是在全世界是非常优异 因此我们可以得这么多的奖 那这些奖得了之后 除了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 在生活上可以有更多的点缀 在生活的品质上可以不断的提升 最重要的让我们的农民朋友 他可以在专心 在生产方面 往精品 往优质 安全 安心的方面 不断的来精进 我们的酒品特色非常的多 第一个就是我们是走精品 优质 特色 还有安全的一个方式在推动 那在推展的过程当中 因为在国外比赛 包括在旧金山 包括在欧洲的熊亚利 西班牙 华国 英国 德国 还有布鲁塞尔等等 这些国家都是全世界最先进的 这个酒类的比赛的场所 那在当地的这些裁判 要得到金牌银牌非常的难 所以这些裁判肯定之后 在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 所以我们的酒类 其实目前我们每一年 所生产的大概有19万公升 那19万公升 目前在国内的消费差不多 那我们所以积极还在开发 因此我们今天就开发五种新的款项 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元 同时有更多的量 来卖到全世界 跟全世界的这个国家来分享 那过去我们也有在出口 但是呢 因为事实上国内的这个消费量 相当的大 所以目前出口的量不多 但是我们会往这个方向来做 因为全世界都获得肯定 所以我们在全世界的这个酒品比赛的时候 当场其实给人家试喝 那我们也事实上在当场 就是有做推广跟行销 那我们很希望 今后随着我们的数量 还有我们的种类更多之后 我们会积极地来开发国际的市场 这次的美酒 也会在台北国际酒展亮相 欢迎喜爱日常品名的朋友 场先 众所期待的双十一大党来了 中家宽评推出全速率方案爆杀优惠 不论是单办宽评 或是上网结合有线电视的服务 都相当超值划算 十一月八号到十一月十二号 快闪五天 欢迎消费者把握难得的机会 你好 我最近刚搬家 想要办新的网络 那请问有什么方案可以推荐吗 那目前的话 我们公司这边有针对双十一的优惠活动 对 迎战一年一度双十一大党 中家宽评推出了全速率方案爆杀优惠 不论是单办宽评 或是需要上网结合有线电视的服务 消费者都可依照个人需求来选择 优惠期间申办都搭配4K智慧机上盒 可轻松用电视机看YouTube等影音 或使用智慧家庭服务 全速率爆杀优惠限时五天 消费者不妨把握这热门的双十一大党 从11月8号开始起跑 为期五天的双十一优惠案呢 申办一拘光纤上网 搭配有线电视 一个月月付千元有找 那如果是单办宽评的客户 120M相当于打了五七折之多 那我们还会额外赠送像是Discovery 国家地理频道等35个非常优质的频道 让申办者可以免费的收看 那有一些人在家中有这个收讯死角的一些困扰 我们也推出了每个月只要几十块钱的铜板价 就可以把市价几千元的MASH机器给带回家 那除了新客户之外 也非常欢迎老客户可以来电了解续约的优惠 看准消费者的上网需求结合双十一的买气 宽评业者推出给消费者物超所值的优惠 也预期双十一大档将带动业绩成长 这个疫情以来呢 整个数位生活的带动 让家用宽评也成为了一个民生必需品 不管是上班族居家远距的上班 或者是学生族群们在家中学习 乃至于减少了出门之后呢 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在家 有这个上网的行为或是追剧 甚至于购物都需要利用网路来完成 所以我们预期在今年的这个双十一期间 我们整个的业绩动能 大概会是平常时候的两到三倍之多 秉持顾客导向的理念 提供消费者物超所值的优惠 中家宽评也借由双十一大档 回馈广大用户的支持与期待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35个数位频道免费看 还送4K智慧机上盒 让你在家轻松用电视看YouTube 11月8号起 限时5天要办要快 Home Plus中家宽评 在地影像赔力与针剑计划开始啰 即日期到12月15号为止 空腹奖励得你来拿 详情请假中家新闻FD粉丝团 或扫描针剑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 社会案件话说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 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富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关心您 为了让长者走出家门 走入社区 大同健康服务中心举办 搭领时尚新光学院活动 以永乐市场为据点 规划一系列手工艺 时尚和书压课程 带领长辈享受生活 秀出自我 长者们走上伸展台 展现自信与美丽 即使迈入高龄 依然活得优雅又时尚 大同健康服务中心举办 搭领时尚新光学院活动 以永乐市场T-Fashion 时尚实验基地为据点 规划一系列手工艺 时尚造型与书压课程 带领长辈享受生活 秀出自我 我们今天邀请到道江护家的老师 来设计皮贱的手作课程 那也由学生来跟我们的长者 一起来制作 那从中也学到 同学也学到说 要怎么样倾老 敬老 那我们的长辈也从中 动动手 动动脑 能够增加认知的能力 那在团体的互动过程中 大家抒发心情 也能够减少忧郁症的发生 也提升我们认知的功能 更增加长辈的自信心 因为爱漂亮 其实也不是年轻人的专利 我们每个人都爱漂亮 在上一次的课程中 我们邀请到了时尚 非常有名的CEO 温小红老师 来教我们的长辈如何化妆 整理梳理头发 还有我们衣服的搭配 根据自己的身材 还让大家走那个星光大道 就是伸展台 展现出美和自信 我们这个课程是属于比较小班制 我们大概开放40个名额 那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 原来这个课程是六月份要举办的 一直延到现在 所以我们一开放出去就秒杀 那长辈也都非常期待 有这些课程能够来参与 英华族能够出来这样子 农入一些年轻人的一些活动 觉得很不错 然后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 那前面呢 跟了上时代他们有走秀 哇 让我们开眼界 因为这个是我们这辈子 好像没有 没有机会有这样的 一个活动 然后大家也很开心 我看大家都很开心 然后就忘记了年龄 大家都嘻嘻哈哈的 很快乐的一天 这样子 当然老师也有讲解 他讲得很仔细 然后各方面 从法饰 服装 台部 都讲得很好 所以我们好像就真的 找到一个 一个时尚的那种 这样子 英华族的时尚的这样子 有这个机会 也真正谢谢我们那个 这个健康中心 活动中除了由 国际时尚艺术文化协会 理事长温小红老师 为长者量身打造服装搭配 脸部彩妆与头发造型 还邀请到江户家家政科老师 带领长者们制作手工皮件 和进工饰品 并由学生们担任志工 陪伴引导长辈 透过有温度的手工创作 完成独一无二的艺术品 参加这种课程很好啊 因为像我们年纪大的啦 都待在家里对不对 那会肌肉萎缩啦 会有一点比较找失智啦 因为没有人讲话啊 所以会找失智啦 那来这边活动的话 听人家讲话 脑筋会活动 像这个要上色什么之类 哇这个脑筋都要动啊 对不对 你要上什么颜色 自己高兴就好 都不一样啊 都是独一无二的 很好 很有纪念性 很快乐 而且来交到很多朋友 不然你在家也是很无聊 出来打花时间过得很快 心情很愉快 而且有学到了很多东西 那我们到江户家镇 非常荣幸 跟我们大同区的健康服务中心 可以针对我们的乐龄的 大哥哥大姐姐们 有这个机会就是结合手作 那因为我们到江户家 这次出来 是由我们的家政群 我们家政科的孩子 那因为他们家 他们就是平常所做的 这个手作的专业 那也希望说 透过这个 就是带经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他们 因为现在台湾是 少子女化跟高龄化嘛 那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 不管是教学也好 其实孩子是 把他们的专业做中学 那我们也发现 就是这些孩子呢 他们本来 就是他们未来 可能对于这个产业 还有大学的校系 其实是有兴趣的 那他们未来想要的 念的大学校系 其实也是跟健康服务啦 老人照护啦 还有社工 是有相关 所以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呢 也把孩子带出来 那也希望说 他们透过今天 一系列的一些相关的活动 不管是皮剑啦 或是带包啦 甚至精工 我们也希望说 在这过程当中 让这些 他们所谓的爷爷奶奶也好 然后也让我们孩子 他们可以建立彼此的 这个 透过沟通 学习 那也可以让我们的孩子 可以多认识这些 我们的爷爷奶奶们 他们可能在生活上的需求啦 或是爷爷奶奶他们 他们的一些经验分享啦 所以其实今天 我们不是只有来教他们 做这个专业手作 其实我们的孩子 收获的部分呢 也更多 那我们也希望说 透过今天这样的桥梁 让我们的孩子 可以有多一点的关怀 多一点你的爱 然后去多认识我们这些 我们所谓的影法的 大哥哥 大姐姐们 然后也希望他们可以奉献 他们自己的专业跟爱 在这里面 那我们真的很谢谢 这个大同的健康服务中心 给我们到江户家 还有给我们家政群的孩子 有这样的学习的机会 那当然也希望说 这个这样的结合呢 不是因为这只有这一两三年 我们希望说这个课程 可以不断的延续 然后也可以造福更多的 这个我们的高龄的一些长者 由于大同区65岁以上 人口比例占了21.12% 相较台北市的20.12% 已迈入超高龄社会的门槛 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期盼透过举办热灵活动 帮助长者实现自我 增加自信心 活出生命的价值与自信 大历时尚新光学院在大同区健康服务中心 棒 记者离席会议台北报道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健康的概念 没有心理健康就没有真正的健康 因此台北市卫生局率先在民国89年 在中正区打造全台第一处独栋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规划在114年完成6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让更多民众能够就近取得心理卫生资源 社区心理卫生中心主要是以提供民众心理健康卫生宣导 心理咨询及自杀防治 精神疾病患者至关怀仿视服务 以及网络资源的连结 为了让更多民众能够就近取得心理卫生资源 台北市卫生局今年3月与9月相继布建完成 万华区文山区两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后续将于112年布建北投区、内湖区 及114年新医区等共计3处社区心理卫生中心 来守护市民心理健康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的概念 没有心理健康就不会有真正的健康 所以我们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在英国89年的时候 在中正区就打造了第一栋的社区心理中心 那我们为了持续能够促进市民的心理健康 我们会在114年以前完成 在台北市总共会有6处的社区心慧中心 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持续来守护市民的心理健康 当然社区心慧中心的主要任务 除了提供民众的心理健康会教训导 心理咨询服务以外 我们还特别针对了自杀个案 以及精神个案 从出院之后回到社区的持续关怀性服务 让他们能够后续的网络资源连结能够更紧密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3月7号 9月7号都已经完成了 汪华区文山区两处的心慧中心 明年我们会在北投内湖 114年以前会在信义区 完成的这些社区心慧中心 就是要让市民能够在任何地方都找得到 以及用得到这些各种多元的一些心理卫生资源 那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打乱了我们的生活作息 造成我们的心理健康也是受到影响的 所以我们在新卫中心的一些空间设置上 会有一些隐医性的会谈 以及出次等候去 以及一些多功能的会议室 就是希望透过这些空间的设置 然后办理一些心理健康议题的一些讲座 教育训练以及活动 然后还有甚至可以提供相关的心理咨询服务 让民众共同参与以及分享 更重视自己的心理健康议题 那近年来当然因为精神疾病也是大家所重视的 所以我们在社区新卫中心 114年完成物件五处之后 我们会聘有专业的一些心理师 护理师职能治疗师以及社工官导员这些 透过这些专业的人员能够让精神割案 在社区中得到持续的一些照顾 同时也能够对于家属有一些情绪上的支持 让他们有喘息的空间 所以我们社区新卫中心 其实就是社区里面的心理健康服务中心 我们最希望的就是说 如果民众有出现情绪困扰沮丧的一些状况 那不用担心可以拨到3393 7885 这样子的心理咨询专线 我们就是希望接触社区中每位需要协助的民众 同时校园也有建制辅导SOP 帮助师生取得心理卫生资源 校园的心理健康 尤其是师生学生的心理健康 也是我们卫生局非常重视的一环 所以我们是持续有跟教育局 学校这边在做合作 那在卫教宣导的部分 我们会定期跟他们办理一些 卫教宣导的课程 比如说可能是学生的一些情绪的支持 如何寻求资源的协助 那如果家长或是老师 对于青少年儿童的一些议题 他们如何更了解他们 然后如何跟他们沟通 所以这些课程的办理 有可能是走入校园 或是回到我们社区新卫中心 这样子的一个连接办理 这个是我们持续在进行的 另外在服务的部分就是 学校这边当然有很健全的三级辅导 那除了学校的三级辅导的部分 如果后续他回到社区中 仍然有需要心理咨询 或是一些情绪上的支持的话 其实教育局他都会转介给我们卫生局 然后我们会有社区新卫中心的心理师 进行后续的个案的一些评估 以及后续资源的连接 而且这些转介 不只是单一项的转介 实际上我们现在社会安全网 都会有一些个案的研讨会 以及辅集或是区域的会议 在会议上都会针对局处网络 也需要协助 那共同提出来讨论 所以社区新卫中心这边都可以接收到 相关需要心理资源 心理卫生服务的这些讯息来进行后续的提供服务 另外卫生局也说明 思觉失调症与脑内功能运作时常有关 临床症状表现为知觉思想 情感行为等多方面的功能障碍 特别是与日常生活的现实有明显的脱节 以听幻觉及妄想最为常见 早期介入是治疗思觉失调的关键 可以早期恢复有效避免复发 那前几年很夯的电视剧 我们与二的距离 剧中有位思觉失调症的患者 因为没有病逝感 年误就医 导致严重影响的工作以及生活 思觉失调症其实它就是思想 以及知觉功能失调的一个精神疾病 那耗发在15到30岁 它会严重影响到一些家庭照顾者的压力 以及医疗之处 更是精神疾病公民化的问题 所以这边就是要提醒社区中如果有亲友 或是居民出现一些思考逻辑 行为混乱的状况 或是人际退缩了 以心病加重等等情绪困扰 就是让他协助他尽快的寻求精神医疗的一些协助 加上我们后续会有一些社区关怀 他是可以有机会尽早回归社会的 那其实在同时 我们市立联谊中的院区的精神科丘主任也提到 对于视觉失调症 它特别是与日常生活的现实有明显的脱节 像以听判觉不妄想是最常见 那不过只要能够早期介入 那对于治疗视觉失调 它是最主要的关键 因为及早介入及早就医 那给他的一些症状可以明显的改善 对育后是有非常的帮助 那依据我们现在健保资料库 109年的一个资料库显示 大概现在全台湾有15万人 被诊断为视觉失调症的一个 相关疾病的病症 那我们台北市有充足的 医疗精神的一些卫生资源 那所以只要有出现一些 刚刚我讲像思考逻辑 行为混乱这些状况 就是及早协助他就医 那尤其是我们后端 长期的一个关怀照护 资源的连结 支持他们回归正常的生活 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会在114年以前 在附件无处的行为中心 那透过我们这些专业的 专聘的一些师级的专业人员 像心理师社公司 以及护理师职能治疗师 尤其我们是主动走入社区 提供广反服务 这样的一个连结 然后让我们的精神个案 可以从初院回到社区 然后社区中这边 再可以一些主动的一些服务 那也让家属能够喘息 得到心理的支持 所以这边最后再强调 就是说希望我们 我们所有的民众 对于思觉失调症患者 能够多再给予一些温暖 以及关怀 因为他们就像得到 其他的慢性病一样 只要能够及早介入 及早关怀他 让他能够稳定就医 他是可以很快的 回归正常生活的 有任何的相关讯息 都可以拨打我们的3393 7885 台湾约有15万人 被诊断为思觉失调症 准思觉失调症 妄想症和其他 非情绪精神病症 家人和朋友 如果有情绪困扰 思考逻辑 行为混乱或人际退缩 怀疑心症等困扰 应协助就医 及早寻求专业判断 及早治疗 台北市有充足的 心理卫生及医疗资源 支持他们回归正常生活 亦可使家庭照顾者 有喘息的空间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为了让各界了解都更的发展 加速都更推动 中华都市更新全国总会 特别结合产观学界 举办第九届都市更新高峰论坛 透过专业的经验分享 让相关从业人员和民众 掌握目前都更的新趋势 共同来加速 全国都更工作的推动 中华都市更新全国总会 为了加速都更推动 每年持续举办都市更新高峰论坛 今年第九届的都市更新高峰论坛 特别结合产观学界 探讨都更的新趋势 邀请内政部营建署 与国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等单位 从都更审议效率提升 以及都市更新导入证券化 等四大面向 进行探讨与经验分享 中华都市更新全国总会 今天办的这一场是第九次 也是算第九届 这个都跟高峰论坛是非常重要 尤其现在我们全国 有这么多的三十年以上的 这个危险房屋 有四百六十万户 那么台北市 当然台北市也占得非常的多 所以啊 以目前全省全国过地 在申请这个 围绕都更的建案 也不算很多 也不算少 但是毕竟呢 它还有很多很多的 要去改建的地方 非常的多 因为最近地震非常的平缓 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这个一来的五六级 甚至最严重的六七级 也很难讲会到 万一来一个大地震的话 这么前国这么多的危险的房屋 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中华都跟总会呢 全国总会呢 最主要是能够促进 能够帮忙 这个地主跟屋主啊 能够早速让它能够改建 那么配合呢 中央政府的法规 一直在修改修改 我在这里呢 会特别呼吁的是说 我们地主啊 大家要多了解所谓都跟 所谓危老呢 不要说一意孤行 如果你为了一户 不参与 就变成丁属户 就造成整个地区的改建 受到的影响 辞职之外呢 还是要请 因为危老都跟最后呢 都是要钱 如果没有资金 农租建筑农租的配合的话 也是到最后来 前面是整合 到最后做不成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 所以啊 我们在这里呼吁啊 这金融单位啊 真的是要努力的配合 让这个都跟的危老的融资 能够配合 才有办法促成 他这个危老都跟改建的工程 才有办法推动进行下去 很多屋族地族啊 他不放心 就是怕没有公信力啊 如果说你这个今天是 地主对这个枕头的公司 建商信心 你才行啊 不然是成不了啊 这个是一个问题啊 还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都跟全国总维 就是如果去让他 把这个 这个招牌 擦亮 让社会大众 对我们中华都市跟全国总统有信心 这个也是一个办法啊 我们来帮把关 所以我们很高兴 每年来办这个活动啊 是要让 屋族地族 甚至乃至于 政府单位 主管单位 中央单位 更重视 更能够换宽 加速地来办理 我想我们把它取名为 这高峰论坛的一个 多更新趋势的一个论坛 我想是个主题的规划 我们用了相当大的心力 特别是 刚刚讲的有关于审议制度也好 政见化也是一个新的趋势 那我这边就我主委的立场 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发市长 在百忙之中 在我们的规划里面 能够很用心的来 滥下心来为我们主导 我们的方向 跟我们讨论很多 我也非常谢谢我们个体长官 对我们这一次 公根论坛的一个协助 非常非常谢谢 当然我们很多的协办单位 我在这边也要特别 说个感谢 我们台湾导报 还有我们众家宽亭 集中电视有限公司 给我们的资源跟支持 在这边也非常谢谢 特别谢谢我们治理科技大学 陈校长跟防护校长 带领我们师生们一起 来参加这次的一个论坛 让我们都跟能够在交易里面 也能够这个连结 非常感谢 内政部政务次长花靖群 也亲自参与这场 都跟新趋势论坛 并肯定中华都市更新全国总会 扮演平台的角色 深化都跟议题 协助政府加速进行都跟的推动 我想今天感谢 民间团体能够召开 这么样一个都市更新的高峰论坛 那讨论的方向几个重点 大概也是在都跟为老推动这些年来 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确实要往前大步迈进 或更加的深化 真的还有一些趋势 一些重要的方向 要重新来引领整个社会 当然包含了地方政府 在都跟计划的审议 怎么样让它更有效率 让民众更有信心 而明明已经有申请都跟的资格 却还是要去走为老 我觉得这背后当然有地方審议 效率不足的问题要提升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民间提出来方向 我们行政部门也需要来做搭配 我觉得中央地方都要一起努力 让民众对于申请都跟要有信心 那有信心的基础是在于 审议真的要有效率 当然除此之外 当然还有很多相关的议题 例如说 不动等证据化跟都市更新 怎么样来结合 其实这是让都跟更加的深化 专业化 很重要的基础 那这个部分金融界 那跟都跟的业界 或者是金广会与内政部 怎么样来相互合作 来更加的精进 我想这都是我们今天 要进一步讨论的一些 关键的话题 当然另外还有一些重点包含了 这么多在整合都跟为老的 民间的这些整合团队 我们怎么样透过更好的机制 配套措施 让他们的专业更加的提升 让民众更加的信赖 那让都跟的推动 能够更有效率 我想这真的也是 往下的一个重点 今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 议题的重点就是 四五层楼的老旧公寓 的装设电梯 其实这个部分 在内政部这些年来 已经对于相关法规的松绑 已经做得相当到位 但是民间的了解 可能还不足 那相关的整合业者 电梯业者或建筑师 怎么跟协助这些需要的社区 来扩大推动 我想这么庞大的老房子 其实拆除重建 确实是方法 但是对于更多 可以急速的增加电梯 来改善高龄者 上下楼梯不变的问题 甚至来改善建筑的结构 甚至提升住宅的价值 我想这都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的 我想今天的活动 其实真的是带给大家更多 更深的一个都更为老的想象和方向 而不会局限在过去 一直在强调容积不足 这样子的议题 我想其实这才是健康的都更为老的倡议的方向 由于台湾30年以上老旧建物 共有460万户 比例高达51% 老旧建物比例逐年成长 为了居住安全 都更的推动刻不容缓 中华都市更新全国总会表示 透过论坛将扮演好 推动都市更新的平台 作为地主 实施者 政府与社会公益间的沟通桥梁 期盼突破现有的都更困境 加速全国都更的推动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世界中风组织将每年10月29号定为世界中风日 国建署也借此协助民众辨识脑中风征兆 以及认识危险因子 呼吁大家从日常生活中养成健康生活形态 做好前端预防 卫福部110年死因统计 脑习惯疾病是国人第4号杀手 平均每年夺走一万多条宝贵生命 为了唤醒民众对脑中风的认识以及辨别 国建署在世界中风日呼吁大众 掌握八大危险因子远离脑中风 为什么一定要中风来测试这个儿子女儿孝顺 为什么要用中风来测试自己的anada爱不爱你 这个中风是非常可怕 刚刚吴处长有讲到说 我们这个中风的死亡率一路往下滑 现在是到第四名 其实如果再细分析 女性到第五名 这个是死亡率 可是最令人揪心的是 中风是容易会产生失能 换句话说 这个失能除了病人自己痛苦 家属也是很痛苦 然后家属要非常的孝顺 然后要很努力赚钱 然后来照顾自己家人有中风的状况 这个是这个scenario会一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跑不掉 所以其实怎么知道自己容易中风 这个超重要的 就是说人人有机会 个个没把握 中风只要把这八件事情记一下 就是至少这个看起来不像流氓的大流氓 不会找你方法 那这个山高 其实你不会有感的 在还没有变严重的时候 你说血压高一点 你也不会有感 可是天天在大风大浪里面 就容易怎样翻船 尤其半夜 你的血压 那个很高的时候 你根本也不知道 所以有很多中风的人是在半面发生的 这个胆固纯高 你也不会有感 通常这个都要抽血检查才知道 糖尿病也是 一脱落的人 走在路上 不知道自己血糖高 那还有人是很严重的时候才发现说原来已经有糖尿病 我们甚至还有中风之后才发现说病人有糖尿病 所以这个都是非常就是无感 但是超具有威胁性的 第四样 新黄灿洞也是一样 等下会更细部的去讲 抽烟 现在叫做 常常有人讲一句屁话 叫做饭后一根烟 快乐四神间 这个叫屁话 我们一定要宽转 让我们国人不要抽烟 这个腰围八九十 应该也不会很难记 就是女生腰围要这个小于八十 男生腰围小于九十 有没有要运动 这个运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那当然这个家里面有这个人中风了 那更是要自己挫雷蛋了 我们在跟病人照顾的过程当中 都会跟病人说 不好意思 你来当你们家中风的代表就好了 其他人都不要中风 其他人都应该要来 好好的去检视一下自己身上有多少风险 怎么检视 很简单 就这八件事把它记起来 身体力行 心脏有些不舒服 可能包括心悸啊 喘啊 说不定 但其实除了脑部的梗塞中风 包括心肌梗塞 这样的血栓的来源 都有可能是来自心脏里面 这个腔势 特别在心房里面的血栓 所以当心脏跳得不规则的时候 包括心房战动 里面出现的血栓 随着血流到了脑部 就是脑中风 到了心脏的冠状动脉 就是肌肌梗塞 甚至常中风啊 肌中会有所闻 这是非常突然的 所以要预防的话 就要查出病因 如果是心房不规律 这个跳动 心房战斗 那我们要透过一些检查 那一些高危险群 那我们这个提到的 那如果真的发生了 这个心房战斗 将来中风的可能性 就会增高五倍 所以跟三高一样 心房战斗 也是会增加脑中风的发生 那这边有提到 在台湾 这个盛行率 大约有23万 这样的心房战斗的 聘人数目 所以我想 台湾的这个统计 刘病告诉我们 大概1% 这1%的话 这23万 而每年大概会增加 新的心房战斗的 3万人数这么多 那40岁以上的民众 我在里面 如果将来发生 心房战斗的机会 就是四分之一 那这边提到 中风的发生 在台湾大概六分之一 可以查出来 跟心房战斗有关 所以心上来的血栓 到脑部的阻塞 甚至脑中风 这比例将近有六分之一 这么高 所以心房战斗 543 我想包括 这个心脏会的医师 也经常在宣导 所以五大的 好发族群 所以刚刚有提到的 高磷 高血压 糖尿病 心衰竭 假装些抗静 就是假抗 这是五大好发 四大有感 所以心悸 羞悶 头晕无力 呼吸急促 四大有感 那三大这个 心跳的指标 不表示忽快忽慢 忽大忽小 忽强忽弱 这不规则 这要当心是不是 心房战斗 那接下来 就可怕的 中风 这危险 所以这个是 心房战斗 五四三 所以提到这个年纪 所以在台湾 65岁以上人口 大概5% 到7% 我想这个人口 高龄化 我们进入这个 超高龄社会 2025年 所以75岁以上的 长者的比例 大概10% 所以随着连长 心房战斗的发生 就越有可能 心脏病 我刚刚提到的 包括心衰竭之外 半膜疾病 只要是心脏有问题 有血栓出现 心房战斗 就要查出来 包括包血压 糖尿病 一些代谢的疾病 包括心血管 刚提到 包座动脉疾病 那也可能就是有血栓出现 把它塞住了 甲状腺抗净 甲胖 特别在年轻人 可能会发生 心房战斗 包括肺部 可能在心肺病 包括抽烟 等等的影响 饮食包面 大量的酒精 过度饮酒 包括抽烟 等等都相关 会增加 心房战斗 70岁的陈秀裕 有心力不诊 高血压 高血脂病况 2017年中风 好在送医及时 经过医师的治疗 与规律用药 目前控制良好 行动自如 就很正常在看电视 那忽然他就觉得他很累 眼前就去看电视节 黑的一白 那头一白中风 那 白礼拜就吹歪的 又上来急诊 那白三拜就是 把白蜂出来 一般的白蜂 中风手到脚都 都脚脚脚这样 都卷起来 然后马上又推到 那个加护病 那因为我们知道三种 他在医疗方面什么都有 所以我们当初就知道 反正就是他的急诊部 我们是当初第一时间 就送急诊部 那急诊他就开始开了 一到门口 就是他当初一判定 就觉得他是脑中风 然后他们的医疗机制 就马上启动 所以我们在第一个时间 就是有抢救到 所以当初本来医生判定 他可能会是一个 植物人的状况 那叫我们家属要有点准备 他说救起来 有可能是 可是在这过程之中 他那个抗凝血的药剂 打下去 住家户病房出来 其实他都没有伤到手脚 所以你看他是行动自如 那每天他还是可以晚上煮晚餐 他去黄昏市场 然后买菜 这个就是他平常的运动 那晚餐他就是觉得 我就是要想我晚上要煮什么 这是他平常的脑部的附件 所以我们觉得这六年来 也很感谢医生 一直持续地鼓励他 那他觉得看到医生 他就是他的定心丸 他就觉得 我看到他 我有救了 我很好 所以我也很感谢 我们的这个李俊泰李医生 一直持续来帮助我们 为了早期发现慢性病 早期介入治疗 民众可以借由参加健检 或政府提供的 40岁以上每三年一次 及65岁以上每年一次的 成人预防保健服务 了解自我健康状况 做好前端预防 记者温宇君台北报导 中家宽屏 最狂双十一来了 申办家用宽屏 每月最低399元起 光纤上网1G 也只要699元 再想两大好礼 给你35个数位频道免费看 还送4K智慧机上盒 让你在家轻松用电视看YouTube 11月8号起 限时5天 要办要快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 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 1.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2.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 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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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佳琪团关心您 想要看精彩篮球比赛的市民有福了 在立法委员蔡世英立邀下 知名职业篮球队台皮英雄队11月10号 将在海洋大学和基隆联队进行友谊赛 蔡世英也表示将邀请职业篮球队 以基隆为主场落脚基隆 来完善基隆的体育设施提升篮球发展 台皮英雄队总经理哈孝远 将写有全绿与负背号3号的球衣 赠送给三间基隆市篮球委会主委的立法人蔡世英 蔡世英也回赠基隆美食原位主角 祝福台皮篮球队能成为基隆的主角 双方在基隆市民传国中体育馆召开记者会 共同宣布 11月10号台皮英雄队将与基隆豪手组成的联队 在海洋大学进行一场友谊赛 透过我们基隆的在地球队 跟台皮职业篮球队做交流友谊赛 那这样的状况主要是提升我们基隆的篮球的活动 那是应做一个基隆市篮球委员会的主委 那我们同志委议员跟张汉议员也是副主委 我们都很支持篮球的活动 篮球因为住在室内的一个场馆的比赛 那我们也希望在基隆下雨的天气过程当中 有这种室内的场馆 让基隆市民有一个可以休闲 不论是看比赛 看精彩的比赛 或者本身来参与篮球活动 有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点 台皮呢我们都知道台皮有一位传奇球星 林志杰 那以前我们台皮有一位老教练 叫富敏仁教练 其实他们都是基隆在地人 而且在基隆的这个 对基隆的篮球的整个贡献是非常非常多的 那另外呢其实基隆本身他的篮球风气 也是非常兴盛 所以呢那我们等于说我们台皮篮球队 也有这么久的历史 那其实一直跟基隆的篮球 我们也有很好的结合 很好的配合 所以这一次呢 蔡委员就是 希望我们可以来跟这个基隆 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篮球活动 我们也觉得很荣幸很开心 除了邀请职业篮球队到基隆进行交流 蔡世英进一步表示 将力邀职业篮球队 以基隆为主场绕脚基隆 目前台皮队有很大的意愿 他会极力促成 把职业篮球比赛带回基隆 目前我们现在跟台皮在洽谈当中 那台皮也表达他的意愿 愿意未来有机会到基隆设主场 那对于我们基隆市来讲 基隆的篮球球迷就非常的有眼福 为什么 因为这是基隆的篮球球迷 一直期待我们能够跟 几个重要的大都会一样 拥有我们自己主场的球队 同时担任基隆市篮球委会副主委的 基隆市员张浩翰与同志委也认为 职业篮球队进驻基隆 不但能有助于基隆市篮球发展 对有致于成为直篮选手的 基隆学生球员来说更是一种鼓励 在职业球队进到基隆了之后 也可以透过大家的一个能量 来共同培育我们在地更多年轻的学职 那希望再度把我们基隆的一个 篮球的一个选手的一个能量 打造成全台湾最重要 以及最厉害的一个篮球选手制度 期待台平篮球队可以进驻基隆 让多年后基隆再次拥有自己的球队 让我们这个城市的认同感可以更加提升 我想这几年我们篮球委员会做非常多的努力 就是希望让在地的篮球保守 有在地秀学 然后在地比赛 然后在地的成长 在地才育职业 台平英雄队总经理哈孝远则回应表示 基隆是很适合发展篮球运动的城市 他也期盼未来能与基隆是有更密切的合作关系 T1这个直篮 我们打的算是如火如土 对那其实每一个球队都有一个 很好的根据地很好的主场 那当然基于我们球队跟基隆 有这么多的一些感情的连结 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真的觉得基隆这个城市 他的篮球的这个风气 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 非常非常的兴盛 像以前的老国手洪俊哲先生 他也是基隆人 所以呢我们当然就是一有这个机会 我们就马上来响应这样子 对那也希望以后在整个 我们台平英雄篮球队 也可以跟基隆市 希望这个城市可以有更多的一些连结 更多一些合作 11月10号的篮球职业表演赛 将在晚上7点在海洋大学娱乐馆登场 蔡思音也欢迎市民踊跃到现场看球 体验职业篮球队所带来的精彩比赛魅力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 针对电动机车证件的落实 国民党基隆市长候选人谢国良表示 未来会想方法来开拓市政府裁员 照顾刚出社会的年轻人 有特别提到市政重划基金 是可以拿来增加开发建设的收入 在开发建设收入充足以后 市府的其他税入就可以利用大水库的概念 来增加社会福利 包括我的电动机车 我想林市长是非常的清楚 对于国民党北北基陶的候选人 多次联合造势共同拉台 展现团结气势 未来如果顺利连线 谢国良表示 将会组成联合市政平台 加强首都圈的联系沟通 为民众来谋福利 未来三周我想北北基 包括侯友宜 蒋万安谢国良 我们还是会好好的发挥 我们联合作战的能力 共同抢下北北基 再加桃源 希望我们这四席都能够当选 相反的你看到民进党 他们彼此没有办法合作 蔡世英不敢找陈时中来 陈时中也不要蔡世英去台北 他们各自孤军奋战 甚至同属正国会的林佳龙 跟蔡世英也都是各选各的 所以我相信我们四个人的联合作战 一定会达成最后 我们想要的联合获胜的 一个这样子的效果 想要知道说 如果北北基有连线的话 对基隆的未来有什么帮助 北北基陶我们四个首长 未来如果都当选以后 我们就会用LINE群 如侯市长所建议的 组成一个联合沟通平台 不管是救灾 不管是台风天的上课 不管是上班 以及其他交通的合作配套 我们都可以立即的在北北基堂 四个首长的联合施政平台 来共同的马上做一个统一的决策 跟方向 我相信这个会比四个县市首长 都在不同的政党 彼此之间有合合跟界定 这样子的一个 不能紧密合作的一个状态 我相信我们四个人 会是最适合的一个选择 记者黄志生 既用报道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请不吴俊松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勾片 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勾片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 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 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 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 对抗病毒 正向防疫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试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 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 不要惊慌 要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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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家集团关心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gewe seller